吴亦凡涉嫌抢军罪 一审宣抗输罪并罢 决定执行五期服刑13年 附加驱递出警 马斯克表示 下周期将开放部分被封赞好 法国国配多数票通过 孕妇自愿终止认成的权利 这使得法国破成为身份 将堕胎权协入宪法的国家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2022年11月25日的 东方国际焦点 我是素贞 据中和外媒报道 中国男性吴亦凡去年8月 在北京因涉嫌强奸罪正式被逮捕 早前已在北京低调开审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今日上午一审公开宣判 男性吴亦凡强奸聚重淫乱案 对被告人吴亦凡以强奸罪 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 附加驱逐出境 另外聚重淫乱罪则被判有期徒刑 1年10个月 宿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13年 附加驱逐出境 社群媒体平台推特 熟悉执行员马斯克 发起民意调查 想知道是否因大赦 未违法或散布 恶劣垃圾邮件的停权用户 调查结束后 他周四说 下周将开始放行那些账号 马斯克在推特发起民调 有超过316万名用户表达意见 其中72%是支持 让那些被停权的用户回归 他在上周就已恢复一些先前被停权的账号 包括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讽刺网站巴比伦蜜蜂 和谐星凯西格里芬等 法国一众立法者 在国会批准了一项决议 保证国民能获得自愿终止认诚的权利 这使得法国或成为首个将堕胎权写入宪法的国家 法国国会由557名议员组成 共337名议员投下赞成票 32名议员反对 18名议员弃权 在美国最高法院于6月决定推翻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素维德案裁决 堕胎变成非法后 法国从左派到中间派的几个政党 开始积极推动将堕胎权写入宪法 并在全国范围内将其合法化 法国公共语论研究所 今年夏天让交离基金会进行民意调查发现 81%来自法国各政治派别的受访者 都希望堕胎权能得到宪法保障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按赞留言以及分享给你的好友 一起来关注国际时事 我们下周见